曾智乔連續七年擔任愛你不費力公益大使 笑說因為有了這個身分 對身邊朋友們的健康都變得很唠叨 而日前分享的藝人婚紗造成很大的迴響 也被追問跟老公曾一如的呢 其實我覺得不是我們不想拍 雖然我們兩個人都很低調 可是其實我們是想拍的 其實真的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天心有餘力 我還是會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紀念 還是會拍的 就特別找老公或貪犯 我有問過他 但是他說他捨不得我這樣子飛來飛去 還要隔離什麼的 所以他一直跟我說他快要回來快要回來了 我確實有想過我現在工作也拍的少一點 我有想過我也可以去陪他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蠻貼心的 他一直跟我說他快要回來快要回來了 所以我覺得就還是等待回來吧 你今年有沒有機會有沒有希望 這個東西跟我講的婚禮是一樣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的朋友就會知道 我們本來是有伴的 那其實私下的朋友都已經收到通知了 那接下來就會是可能媒體朋友粉絲朋友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就 也是有一點損失 就是因為有些錢都已經花下去了 對啊 那我覺得還是大家平安最重要 但還是很希望看到公主跟王子的婚禮啊 我們會不會 cele清晴? 也是 我們會不會untu 我們也會不會讓我們 lá 我們會不會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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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吧 那麼快要希望他來 快要是 我們也會不會 我們就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